这个腿就能动这么多 最近达变区新课 君王一端Omega还挺离谱 属于是焦老云砍架首次成功的案例了 其实这个机体比较魔幻啊 前几年先出的是君王一端重柱形 这是卖焦番里魔改的君王一端 这个俩机体除了骨架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 我甚至觉得它更像巴巴托斯狼王 可能考虑到魔具的利用率 才有了去年的君王一端Omega 好一出先有儿子后有爹 老B真有你的 当然更魔幻的一定是有人翻它 唯一和它有点关系的机体 就是红一端 它的外甲是红一端的那把 巨型橘衣蚊子的刀刃的碎片改造出来的 这也是它Omega的后缀由来 仅此而已了 KO厂家大概就是翻了一下 最近的万代新品 看了一眼 诶 这挺帅啊 就它了 组合就是正常的KO水平 贴纸不是特别黏 但是模型本身吧 分件分色做的还是不错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可动上 这个腿就能动这么多 作为一个只有近战装备的机体 这个可动基本就是战师级别了 当然啊 分件和可动它都是万代的 拜拜 拜拜